因为当时好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疫情的真实的情况 然后呢比如说武汉的话虽然解封了 但是好多外国媒体说武汉还是很危险 然后中国媒体说武汉真的很安全 所以我想知道到底真实的武汉是怎样 然后我想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 然后给全世界人看 这是我的目的 因为就是外国媒体对中国对武汉并不了解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来展现真实的武汉真实的中国 因为现在大家都去不了国外 也出去不了 出不了门 所以视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觉得特别是纪录片很重要 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社交平台很发达 所以很多怎么讲不靠谱的信息越来越多 大家都随便可以发信息的这个时代 不知道大家哪一个是真实 哪一个是假的 就很乱 就是现在网络信息真的很乱 所以像我们追求真实的纪录片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越来越高 但是我所说的真实是主观的真实 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客观的真实 但至少我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不能就是不能撒谎 导演记者看到什么拍到什么播到什么就可以了 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大家就可以了 不要被国际舆论影响 就是经常日本媒体也是经常被什么美国的 就是美国的政治吧 会被影响 就跟着美国说 这并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播出去 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播出去 这个是两种事 不一样 所以希望就很简单 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播出去就行了